哎呀哎呀有没有搞错啊我唱得这么好 都一首歌入围真的不行啊我真的好不高兴啊 这样一样 甚至乎考虑到是不出席颁奖典礼 他一首歌他就考虑我不想去啊 一首歌一点都不给我面子啊 这样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话说其实张国荣 我们很怀念嘛唱K或者唱酒囊 有些人弹琴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很出名的歌手的话 他说跟着萨姐真的有列国 多谢了Kamil Milau 因为你知道很多歌手都是唱过酒囊的嘛 而这个哥哥已经离一世这么多年了 很多人在心目中仍然是哥哥 不时就算是不是他生记死记都会想起他 好像今天我们的祖群也想起 迪汉的歌有没有听过迪汉 或者怪你过分美丽的那种 Leslie很多首名曲都很好听 他的表演、歌曲、往事、种种 在很多情景都历历在目的 好像他们还在我们身边 好像从来都没有走过 而曾经在ATV的Facebook上 也post了一段哥哥的珍藏 原来哥哥人生是有三大件陷事的 我详细讲一件先 因为跟罗文有关的 他在《今夜不撤房》 因为他在1989年 当时亚氏有一个节目叫《今夜不撤房》 早几天张敬轩和梁祖堯和强丽 在节目里扮演《今夜不撤房》 真的很棒 当时是三位主持 魏康、黄尖和蔡兰 哥哥上到那个节目里 跟他们三个人说回人生的三大陷事 其中一件是跟罗文有关的 就是在这个敬歌颁奖礼之中 他说 哥哥就说 其实我跟罗文是很友善的 就算我说出来他生气的话 我也是要说的 因为上你们的节目一定要保留讲真话 所以他也决定说了 话说这样的 《敬歌金曲》的颁奖典礼 在《敬歌金曲》 即是林颁奖前的一个星期 就会通知歌手 要不要出席 而当时张巨荣的好朋友罗文 只是因为当时他当晚 将会得到一首歌 他非常不满 就是骂了 你知道罗文是姑妈 哎呀 有没有搞错 我唱得这么好 都有一首歌入围 真的不行 我真的很不高兴 这样一样 甚至乎考虑到 是不出席颁奖典礼 他一 只有一首歌 他就考虑 我不想去啊 只有一首歌 一点都不给我面子 这样 好了 但当时有一首歌 叫《风继续吹》 都挺红 唱到佳之河文 但张巨荣并没有得到这个奖 很难过 我首歌这么红 想着由阿氏搬过去无线歌堂 多谢Mona's Son Shirley说 You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Love you forever Thank you 好了 他说 由阿氏 因为黎小田提睿过去无线 然后就有这首歌 因为《风继续吹》的首歌 都是他偶像 《伤口八卫》的首歌 改编过来的 但是当时也是很热 很流行的 因为DJ派台歌又厉害 怎么说 播得很密 但是他并没有拿奖 这些情况当然会很伤心 很难过 Love the difference voices OK CC 多谢 好了 接着 嗯 他说 但是他自己一早知道自己当晚是没有奖 但他仍然选择出席那个颁奖礼 当主持在说 觉得《风继续吹》这首歌挺好听的时候 哥哥听闻这首歌是排第十一、第十二的 那就是都是没有奖 因为你十名里面才有奖 比如说我10万订阅的 如果你九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九 欠一票你没有就没有那个牌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他自己不开心 好了 轮到那天了 因为他就算没有奖 他也决定出席 好了 出席了之后 但是当日罗文他发完皮四 但是他上到台都是很耳气风发的 唱回他那首得奖歌曲 但是其实哥哥的眼睛 你知道两个都是姑妈来的嘛 可能Lessie又说不来的 接着又上去 懒是耳气风发的那些 当时 屈屈不得知的哥哥 不排除有这样的心态 始终都是姑妈 姑妈的心态是这样的 然后他明知他在台上 跟着又跟我说几不满意的结果 说真的都是艺术 你真是怎么说 专业精神上到台的时候 show time 都是你的台来的 难道倒米什么帮自己 继续都要去演 当时罗文也觉得 我只有一首歌 觉得自己好像很渺小 但是坐在台下的哥哥 竟然想着想着自己哭了出来 他自己并不是觉得很委屈 那首歌得不到奖 而是他觉得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罗文 他有这样的机会得奖 他自己也不珍惜 不知足 而我想得到奖 又得不到 这样令到他感怀身世 即是别人有这样的机会 都不珍惜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哥哥不是一出来就已经那么红 就算他首歌初没起步 其实是靠这个Monic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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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Monica 对了 但是始终运动很有趣 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你说走运这件事 我自己也喜欢研究八字 你说走运 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岁数 有什么发生呢 其实听一些师傅说 那个气场是有那个形势 但是你说那件事是不是发生的话 你是要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转运 转运的时候 一个这么大的磁场 你可能转运 八字去到那个年份也好 都是要聚弃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么需要你们给我给like 因为就是要聚弃 聚人气 你现在乖乖的好吗 我现在给了一张图 我知道 You are multi talented Sisi说 Who knows Maybe someday you will become a famous Famemaker OK 多谢 OK 或者我将来拍网剧 你们会不会认证 有没有人认证 但是我不会拍这个黄线 放心 哈哈哈 要拍黄线 就不用什么道具 不用导演 就稍微在街市买条 比较生猛的线 就OK 好吗 哈哈哈 OK Thank you Thank you 你inspire我 这个Sisi OK 接着呢 呀 我要和他 sag 这个 要集气嘛 为什么还没按like 按喜欢好吗 如果你是电脑版的视角 看的话 他喜欢的按钮应该就在右边 好吗? 好的,谢谢 好了,我继续说 嗯,就是说给你听 嗯,要珍惜,还有要帮我集气,好吗? 所以还没按赞的朋友可以继续帮我按 那我继续说完,一班的网友看了这条影片 看到哥哥曾经这么委屈的话 甚至受过不少委屈才成功 所以呢,其实Leslie哥哥在他未红之前 喜欢我有吉士吗?Renee 好的,谢谢,的确是生猛 好了,喂,你们是不是帮忙拍啊? Denis说帮忙拍啊,你们是谁啊? 出来做model啊? 我不拍那些,什么G1P那些我不要啊 因为巨蟹座很possessive 我不喜欢那些人 哈哈哈哈,就是跟人分享这些感情的东西 所以你不用想了,你不用想了 OK 他说,那些网友觉得 这个节目呢 就是看他今天不切房的节目 啊,棒棒,谢谢 OK 觉得哥哥 就是去到今天不切房 很多人可能看过的 但是呢,就是 只是看而已 但我喜欢 否释别人说话的时候 那个内心世界 那些网友说 那些超班的主持 黄尖 魏康 当然啦 三大才子 和蔡兰 是不是? 都很抢镜 大家都有留意到 喂,当时的节目很有趣啊 啊,够胆死了 喂,哪个艾曼柳啊? 拍你春光尽路啊? 是不是春光炸蟋啊?艾曼柳 好,你快点帮我留多些言啊 大家都有兴趣啊 尤其是我有兴趣 叫你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啊 但如果你们留言够多的话 那你又不是长者 除非你告诉我 你是长者哥哥 那我不用你留言 好吗? 嗯,那么呢 以前是可以的 在节目里一直报宴 现在当然不行 但是他那时候 一路喝着Blandi 那些酒应该是有贊助的 因为你每天看到他在那里泡 然后呢 令观众觉得很新奇 因为呢 现在的人看回 哇,为什么在节目那里可以爆烟的? 你知不知道以前飞机可以吸烟的? 烟无离漫的 尤其是日本机那些 日本人很吸烟的嘛 然后我忘记了 几年开始飞机才全面禁烟的 那就是这些 很多人都很怀念 觉得他在节目那里说出这些事 一些都不会说好像爆人私隐 不是说坏的罗文 觉得他当时 即是anytime 都觉得哥哥有英俊 很可爱 然后呢 这个阿罗忌 还有 喂 很久没听过朱主席 有请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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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是莫文慧 好了 好了 现在进入呢 就说 《罗记》 我们又去另一个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 《罗记》 出生于1945年2月12日 在2002年的10月18日过生 大家都知道在娱乐圈之中 谁说 You have the voice of what? 谁说 You have the voice of an angel 多谢思思 OK 朱主席好好听 Kitty Wong OK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这个 C 123456 Chill 多谢你成为会员 OK OK Thank you